北京时间12月19日 篮网队可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最惨的球队了 好不容易宣布欧文回归了 结果欧文和杜兰特一起被安全协议了 而哈登此前就被安全协议了 因此 篮网队三巨头都被隔离了 如此一来 篮网队连魔术队都打不过了 毕竟篮网队多达10名球员都无法参加比赛 靠着残阵 如何能够战胜魔术队 输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底运足 篮网队依旧是东部第一战绩 隔离是篮网队最大的伤害 不过 对于杜兰特来说 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篮网队太依赖杜兰特了 才能够取得四连胜 也因此 杜兰特的出场时间居高不下 好害怕他受伤啊 如今终于是得到了休息的机会了 当然 也有坏处 因为杜兰特在12月份表现出色 在出战的七场比赛里面 场均拿下33.1分 九篮板6.7助攻 三项命中率分别来到 48.8% 36.1% 和94.4% 这样的表现 杜兰特是有机会 拿下月最佳球员的 可惜 因为安全协议了 杜兰特注定要缺席许多场比赛 虽然可以休息 但是月最佳的荣誉 大概率是要拱手让人了 杜兰特这七场比赛 可是取得了六胜一赴的战绩啊 而且 篮网队三巨头都不在 篮网队的战绩是慢慢下滑 等到回归的时候 不知道是否还有东部第一的战绩 到时候 又要辛苦一番了 而哈登和欧文状态不佳 还是要靠着杜兰特 辛苦一下